金灯剑客下随凉 处境相当尴尬 这家伙是恼羞成怒 暗自咬牙 恨冷血不会说话 你纯属胳膊肘望外拐 吊炮望里哄 你这一说 把自己人不都给出卖了 简直是可杀 不可留 夏随良又一想 要留着他也是祸害 他跑到各地给当张人去 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 你说夏随良这个家伙 到时候也欠考虑 在众目睽睽之下 野性发作 肉往前一寸 跳到冷血进前 把右掌望空中一立 冷血倒了没了 呼的一声 头骨被击碎 来了个万朵桃花开 大伙伙似乎 大伙看得很轻 夏随良这么做 这叫杀人灭口 屋里就开了锅了 谁也没想到 这么大的金灯剑客 太明目张胀 太明目张胆了 做得也太愚蠢点 冷血一死 可气坏了 鱼和派的大护法 飞天灵狐 潘顶春 潘顶春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他能这么干 潘顶春想坏了 这我回到东海 陛下宫小鹏 来见无声人 愈合 我怎么交代 好你个夏随良啊 你这是明目张胆 对抗无声人的法爹 但他又惹不起夏随良 潘顶春 把袖子一甩 算了 金灯大剑 请恕罪 潘某此行 是传达武圣人的法爹 没想到在三教堂 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 我们来的时候 三人 这回我早上了一个 我不求别的 你亲自回东海小鹏来 借余老健客前去解释 我走了 潘顶春转身要走 夏随良这只也有点后悔 呀 夏随良一想 那怎么办 我虽然想杀人灭口 但是 忘了这个潘顶春了 他要回到东海 陛下宫见着我老师 一五一十 把这经过一讲 我老师飞机 还不可呀 我 我还活得了吗 我 这 这这这 哎呦他这个后悔就崩堤了 俗话说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假如说 金灯剑客夏随良做错了事了 能把潘顶春给挽留住 好好的解释解释 跟潘顶春回到东海 见五少人愈合 痛哭流涕 痛改前非 他真要这样做呀 还不会有什么恶果 因为五少人愈合对他非常偏爱 不然的话不能把他灌到这种程度 但是呢 这屋里的美好人 头一个就是三世必求 我佛昆仑僧 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 跟金灯剑客牢牢的拴在一处 荣辱相关 金灯剑客要倒了 他也跟着倒啊 那要死了 他也活不了 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扑 他一看就知道不好 潘顶春要回了东海陛下宫 金灯剑客收了土分 我也跑不了 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 就是杀人灭口 不能让潘顶春活着回去 情急之下 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 他一看 五音剑客庄子琴 挨着他站着呢 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夜秋生 这几个小的都一个鼻子眼出气 他知道这二位最狠 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 他冲绝命剑客夜秋生 咬了咬耳头 示意叫他下家伙 夜秋生就犹豫了一下 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 咱从中插手这合适吗 但是他也知道成破厉害 来不及商议了 绝命剑客想到这脚尖一片地 就跳到潘顶春身后 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刚想要走 夜秋生就到了他后边 这小的把左掌望空中一粒 运用单天一粒混元器 打出了吴都长 这一掌关的这个结实劲 甭提了 潘顶春无论如何没想到 自己人会打自己人 虽然他知道 现在双方都闹翻了 那风跟谁 谁敢打我 结果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这一掌打得太厉害了 把潘老剑客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 一个根都摔倒在地 双手一伏地 身子动了两栋 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 能有多少 足有三百栖 这人身上有多少血 这么多血 这一喷出来 潘老剑客 当时是人事不行 屋里就开了锅了 甭说旁人 金灯剑客下水梁也下的一蹦多高 下水梁心说 叶求生 叶求生 谁 谁叫你这么干的 这这这这 这要出了事情 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 你 你 他刚想 他刚想发作 昆仑桑凑过来 压低声音 老剑客 事到如今 不得不如此了 那那那那 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 你想 潘顶晨要活着回了东海 见着武圣人 如实一说 你还好得了 好吗 这可全是为了您呢 您别娶忘了好人了 但这 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 我 我怎么见我老师 哎 那是后一步的事 活了眉毛先过眼前吧 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 也没要他的命 最好 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 派专人福祀 叫他养伤 一则养伤 二则软尽 看事态的发展 然后再定 金灯搭建 就得这么办了 你别犹豫了 夏淳良啊 事到了现在 也没有办法了 他一看 你来顺受 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来到院里他 单腿往地上一跪 抱起潘顶晨 哎呦 一看这个惨 潘顶晨跟死人一样 顺着嘴角往下躺起 他赶紧命人 拿了最好的直血丹药 给灌下去 另外 派出四个人来 抬着他赶奔西跨院 专门扶次潘顶晨 金灯健客站到床边 默默地说 老健客 我对不起你 咱俩二十三年的交情 可是事到现在 我得顾我自己 不是有那么句话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对不对呢 您先受点委屈 将来我必定不怕 外边一大堆事 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 他把人都安排好了 转身回到医师厅 刚进门 又出事了 今天这三教堂可热闹了 千文书咱说了 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 还有最著名的毛山二圣 这俩老头 毛山二圣的大爷是 无极手鸿飞 二爷是神龙手哈坤 这俩老头比较正直 咱们已经交代过 他们俩呢 立主和解 自从他们来了之后 给双方不断地解释 这仗始终没打起来 他们俩也没想到 绝命见个夜秋生 会打判定陈医长 而且打完了 不清不白地放下了 看样子 金灯剑客下随凉 还同意这样做 哎哟 俩老头是气功两类 我们下了呀 我们错翻了眼皮 俩老头一想 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是生头圈 因此红飞红的也 卖不出来了 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 向老剑客 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呀 撑的 吃饱了没事干的 一步卖到牲口圈里他来了 我说你 什么身份 好公饼六七十年 谁不得挑大纸 称赞你金灯剑客 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 你是人面兽心之辈 你是个狠毒的财狼 看见没 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其毒手 何况对外人 哎 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 人不畏及天诛地灭 也就是说 你为了你自己 别得全都豁得出去 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 我们只好静而远之 从现在开始 咱们过去五十多年的交情 是一刀了结 从今之后 我们不认识你 你也甭提我们 再会 走 这老哥俩转身就走 把这个夏岁良损的这脸 跟外国鸡似的 一阵白一阵红的 脸上的鸡肉是奔奔直奔 他有心挽留 没词 不留吧 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啊 谋杀二圣的代表 谋杀一派 人家的门户 也挺样 如果把门人弟子 召集在一处 没有一万人也差不多 再者一说 看这意思 这毛神二圣要回去 能善罢甘休吗 如果把这个事情 往外的衣宣扬 在传到我老师鱼和耳朵里 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 夏岁良又一想 你不做 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啊 胆小难得 将军做 不独不狠 非丈夫 这小的狼劲就上来了 还没等毛山二圣出了大门来 金灯剑客 大吼的一伤就蹿出来 马 请二位 刘牧 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 当时站住 红飞红的也看了看他 夏岁良 干什么 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 你也想杀人灭 口不成 金灯剑客狼笑了一声 二位 只许你们不认 不准我不义啊 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 所说的话 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 你们跟潘顶晨都不一样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咱们有五十多年的好交情了 别忘了 在危难当中 咱们患难相复 你有事 我帮忙 我有难 你身手 能不能为 因为眼前这点事 把他的交情呆了 我没别的意思 我诚心挽留二位 你们先别走 带着帮帮我的忙 呸 夏岁良 闭住你的臭嘴 你别往下说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要够两瓶是个人 万说帮忙 我们二老把命搭上 无所含怨 你不是人 你是伤处 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待 请你免开针头 二位 我提个要求行不 不给我帮忙 我不勉强 我觉得你们从茅山来 万水千山也不容易 待这会儿还没缓过 乏了就回去 我觉得对不起朋友 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 住个十天半月的 一日三餐 好吃好喝好招待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啊 夏岁良 听话听音 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 不成 对 说对了 你们二位想走 势必登铁 看在朋友的份上 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 我不宅怪 但是想走 不行 将来把我这个事办理完了 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 目前谁也不准走 请你们二位屈尊大家 展示住的三教堂 哎呀 把这哥俩气 屁的 行说夏岁良这小子疯了 今天一反常态 怎么这么不讲理 你是个什么人 敢挽留我们哥俩 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 你也不值得羞耻啊 你跟大爷红飞啊 还能沉住点气 二爷不行 二爷神龙走 哈坤 那是火爆的脾气 闻听此言探臂 往一身手 咱咱咱 拽出 叛官双匹 他把双匹 往左右一分 点指夏岁良 金灯剑客 好嘞 到了现在 你甭瞎说了 什么叫交情 狗屁 咱们现在是仇人 但是 这事是你逼的 要想叫我们哥俩 在这儿软禁 可以 你得拿出两手来 赢不了我的判官 双匹 你休想 还没等金灯剑客 伸手呢 昆仑僧又冒坏 让无音剑客 庄子琴 绝命剑客 叶秋生 让这俩把手出来 用不着金灯剑客 为什么呢 昆仑僧啊 早都料好了 他一看旁边 徐良 方树安 白云瑞 陈仓 白衣神童 小剑魔 在那站着 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呢 属于耗子 动刀窝里 反 自家人 跟自家人 干什么 那么俩 那丑哈哈笑 也可以说 人家正 攒足力量 好 对付 夏翠良 免不了 一场凶杀 恶斗 如果夏翠良 把主要的精力 耗费到这上面 一会儿怎么 对付 白衣神童 小剑魔 这昆仑僧啊 料事料得还挺全 故此像这种事 叫别人身手 无音剑客 庄子琴 绝命剑客 叶秋生 那可不是闹转的 那功夫 仅策于夏翠良 那都是武林大剑 而且心黑 手狠 这俩小的盼望 这事越闹僵了 是越好 后我越没法收拾 越好 后把金灯大剑 逼到绝路上 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 不给留余地 因此他们俩一伸手 还好得了吗 殊说简短 没过了五十个回合 就这个叫啪啪 哎呦哎呦 噗通噗通 毛山二胜 被这俩小的打躺下 在壁 一个个口恰鲜血 两个人往后一撤步 收招看看 金灯剑客 没意思 我们打完了 你看着处理吧 夏岁梁挺高兴 认为这俩人身手 是时候 这么做完全对 都没打死 都给留着活气 夏岁梁 尽前 冷笑一声 二位啊 您这不自己找的吗 敬酒不吃 是罚酒啊 哎 事到如今 我也顾不了许多了 请二位担待吧 过三过五 事情过去之后 我哪怕给你们二位跪门呢 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 眼前也只好委屈委屈了 来啊 抬走 抬到西跨院 蝉堂 这院里的小和尚 小老道能有四五十人呢 功上贤 刀出窍 密白刀枪 这哪是招待人呢 是成监狱了 是受伤的 都往这儿塞 把毛山二圣抬进来 找专人扶寺 给吃止血的丹药 给伤口也进行了包杂 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安歇他们不说 单说金灯大剑 这一看 一切的障碍 基本都扫除了 跟他一见不合的 就这几个人 现在都没事了 可以全力以赴 对付 白军瑞和徐良 下随良把脸往前 一臣吩咐了一声 来啊 把三教堂封锁起来 大吱哗哗哗哗哗哗哗 抛道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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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哑 干什么呢 打门二门三门 紧紧关闭 把锁上 防上墙上都压得顶了 大堂主方天化 二堂主链掌皮类子 瞻风瞻 Ring旗 指挥手下的人攻上弦刀出鞘 把三教堂团团包围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金灯剑可长血了一口气 联手换小剑魔 白义子 请过来吧 你聪明伶俐 不会健忘吧 前几天 在双阳岔道 你们九个人打我一个 有这事没有 什么金晶浩斗 梅梁祖 神行乌影 古云飞 铜金钢铁罗汉 磨成大理佛 欧阳谱中 风僧醉谱 提凌空 那个假瞎子 邹锐 再加上老陶陶 还有你们这些人 把我紧紧的包围了 结果我耳朵受伤 软肋受伤 你们是凭真能的吗 不是 但是咱鸡毛凑胆子 真要单对单个的个 拉出来咱比一比 谁要能把夏摩给赢了 我心服口服 白义子 你过来 今儿晚上你要能把我赢了 叫我怎么的 我怎么的 你说这夏隋梁一叫号 他能叫得住白义子吗 小剑 我非谁情跳到他面前 这阵的白义子都气坏了 因为方才亲眼目睹 这夏隋梁所作所为 这小子多狼啊 多狠啊 小剑谋暗下决心 非要他的狗命不可 这回再把夏隋梁打倒 谁求情也不成 把他大谢八块 给武林好除害 夏隋梁这一叫号 小剑谋更生气 揉就跳过来 夏隋梁啊 好 我同意你说的 你不是不服吗 今天晚上谁也不用伸手帮忙 就是咱们俩 如果我再把你赢了 你怎么办 夏隋梁是好办的 服输认罪 爱杀就杀 爱刮就刮 爱放就放 你随便 此话当真 那千真万确 这好几百人都听见了 就凭夏毛能说瞎话吗 哎 白义梁 你光问我了 我还没问你呢 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 你怎么办 哈哈 夏隋梁 我跟你一样 你要把我给赢了 杀寡存留 任凭自便 好痛快 那你身后那四个呢 哎 他们我不管 你有能力抓他们 没能力 他们就走 他们有能力把你揍了 这都与我无关 好嘞 这样的话 各位都听见啊 谁也别过来帮忙 就是我们两个人拼命 说实话的点手 把库伦僧叫过来 注意 我跟小剑模伸手的时候 你领着人 盯着徐良和方栓安等人 切莫叫他们划过去 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整死 要检操出个弥陀佛 您放心 我全都安排好了 布置了天罗帝王 慢说是人 连鸟也飞不出去 金灯建格说 你们还注意 他们家里还不少人呢 那些高人都没来 防备在关键的时刻 这帮人出现 再把这些人给救走了 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了 好嘞 金灯建格这回发起心了 文超胜券 新手画 白姨子 今天晚上 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 我就不相信 我赢不了你 刷把外衣脱了 在腰里哗得了一身手 把五金的链子抖了开 然后挂上三间匕首院 大伙都知道 今天晚上夏翠良要拼命 一般他使三间匕首院 不挂链子 用不着 今儿把链子挂上了 那轮起来 三丈五以内 任何人无法靠近 小剑 没法卖一夜闪 刷往后一扔 云队给我拿了 婉秀面探绑壁 苍狼一声 拽出佛光宝剑 院里就打一道立闪 他们二戒 才要决斗 拉吧 天儿 是 过来 这些玩具 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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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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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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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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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j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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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GK